宠宁于世 女人就是要独立 好吗 祝福你们 谢谢 拿狗老师的话说 你是孩子 对吧 那孩子能 做成人的事情吗 结婚啊 我相信你想结婚 也是只是嘴上说说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结婚的意义是在哪里 没有 因为我年龄到了嘛 你年龄到了 就是试婚年龄 就是需要去嫁人的嘛 其实有时候 我朋友也会问我 结婚是什么样的 一个意义在 然后我当时我就说 那可能是两个人相爱 之前一直认为 是这个样子 到后来之后 我发现两个人相处之后 其实是有责任 就是两个人都要有责任 然后都要去 就是为彼此牺牲一些事情 你现在说的可真是好听啊 可你看看你做的那些事情 哪一点有责任 哪一点有牺牲啊 你爱的他是什么呀 你爱他是对你的 撒娇的纵容 对吗 一贯的纵容是让你 现在很傲娇啊 如果你始终不能意识到 自己问题并做改变的话 你不会有一份真正的爱 你为什么不能去他们家呢 晚辈去拜见长辈是应该的呀 你得懂理啊 过敏了还能吃吗 你这么放纵自己呢 过敏之后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我的老婆以前是不过敏 但生完小孩之后 突然对某一种海鲜过敏了 她不知道 她曾经有一次呼吸都困难了 把我吓坏了 之后她再想吃 我绝不让她吃 她再不高兴 也不能吃 明白吗 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做 不能撒脾气 不能任性 你其实是比她要成熟一些 好像是说 你比她懂一些礼数 对吧 对方长辈来了 我要去给她买吃的 对吧 但这就面上的 好你过敏 你不听好 那你就吃吧 吃四盒吃吧 你那会儿的责任在哪呢 所以你们这份恋爱谈的是 糊里糊涂的 就像两个孩子一起玩过家家 现在不合了 过不到一起了 分开 谁也不愿意过来 先认清楚什么是恋爱 不要谈结婚 要敬畏恋爱好吗 敬畏爱情 你们就太胡闹了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刚才听你们两个讲啊 吵吵闹闹的 我就在想 在这么好的年华 不去安排生活 不去积极努力 都不知道你们两个 吵吵闹闹在干什么 女生 你真的要去好好考虑一下 什么是责任二字 责任不仅仅是 对恋爱对象 还包括你的工作 你的生活 你的父母 还有你自己 你说你多不负责任啊 你认清楚这个男孩了吗 你了解他吗 吵吵闹闹成这样 就口口声声说 我要嫁给他了 你是对自己的未来生活 有多么的不负责任 明明知道过敏 还吃那么多 你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吗 你对你的母亲负责任吗 你还一味地说 我妈就是宠我呀 我就要怎么样 她就会让我怎么样 二十四岁了 应该学学怎么去 反哺你的母亲了 怎么去爱她 怎么去孝顺她了 所以你们两个 千万别提结婚啊 希望你们零零青啊 考虑一下 你们的生活 除了打打闹闹的爱情 还应该有什么 当你们都学会了 何谓人生的责任的时候 再去恋爱 再去说结婚成家的事吧 好了 谢谢你们 好 谢谢杨老师 女生没有自我 男生没有斗志 有一句话高频地出现在 公主类的女生嘴里 我们找你们男人干什么 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每次当新郎在婚礼上说 你只要负责貌美如花 我负责挣钱养家 下面很多女生都会 眼巴巴地 哎呀 太好了这个男生 但事实上你不觉得这句话 不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吗 没有哪个男生 这一辈子会无偿地 让一个女人 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 他追你的时候 他爱你的时候 他会这么说 但是当生活平淡的时候 当男人工作疲惫的时候 他只会说两句话 你不劳而获 这不公平 一个人喜欢你爱你 这个对你的爱的这种行为 他是可以随时收回的 他只要不爱你了 他就可以随时收回 那剩下的 是不是还得靠自己 所以说与其貌美如花 不如要勤俭持家 或者挣钱养家 你靠谁都是靠不住的 他今天还跟你在一起 他不说了吗 他说如果谈不拢 房子也不会买 当这个人已经消失的时候 你再对着你的墙壁去说 我们找你们男人干什么的 男朋友不就是宠着我的吗 所以其实到头来 孩子是自己可怜 你明不明白 女生没有自我 男生没有斗志 你哪里有斗志 我们可以允许一个年轻人幼稚 没有方向 这个我们不责怪 幼稚没有问题 但咱能不能够在乎点东西 在自己还没有一飞冲天的本事之前 把身边的人 情 事 物 看得重视一点 不要一脸满不在乎 很潇洒的样子 你说呢 更不要有谎言 其实相对于你们两人而言 他是算比较正常 他比你也小两岁 他幼稚一点 乱花钱 其实都可以理解 你已经二个四 你口口声声说要结婚 你却想把自己活成公主 我告诉你 没有一个女人能够真正的活成公主 只能活成自己 就这样